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伊莱克斯双手拖出 让金光朝着龙好尘漂浮过去的时候 那金光中竟然是传出了宛若心跳般的奇异声音 缓缓地飞到了龙好尘的面前 这是我为你重塑的心脏 你的血肉将会在它的作用下 自行生长出全新的心脏 并与这股力量完全如何 它将成为你未来最大的灵俏 也将是你一切力量的根本源泉 我称它为永恒之心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杰作 我知道你很厌恶我 更厌恶我的力量 虽然你为了活下去 能够和彩儿在一起 不会拒绝我的这份赠语 但未来必定会因为我的这份赠语 影响了你的光明之心 对不对 龙好尘没有说话 默认了伊莱克斯的话语 没错 为了活下去 他能够接受眼前的一切 哪怕是背叛自己对光明的信仰 也在所不惜 为了彩儿 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所有一切 但如果真的接受了伊莱克斯的力量 甚至是他从自己身上抽离出来的力量 那么在龙好尘的心中 未来一定会出现障碍 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到他的未来修炼 正因为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你和永恒之心融合之前 我必须要向你说清楚 你可以厌恶我 也可以排除我的一切 但你却不能排斥光明 你是光明之子 与光明的力量融合再加大不过 刚才我所做的 你也看到了 我给彩儿的 是我数千年来所凝聚的 最为纯粹的死亡气息 这死亡气息和我本来的力量相比 并不算什么 但它胜在纯粹 没有半分多余的力量存在 对彩儿只有好处 并且没有半分属于我的烙印在其中 我为你凝聚的这颗永恒之心也是一样 我将自身的一切光元素都玻璃出来 化为最纯净的光明力量 你知道 我从自己灵魂中玻璃的是什么吗 那是我曾身为光明之子的烙印 也就是说我给你的并不是我的力量 而是曾经的光明之子的力量 你可以理解成为我在没有堕落之前 属于光明的那份最纯净的元素与体质 你也看到了 将这两份力量剥离出来后 我所剩余的就只有亡灵之力 以及一切的负面能量 这些属于堕落 我知堕落并非光明之堕落 有罪的是我 而不是光明 去吧 我的永恒之心 他才是最适合你的主人 一边说着 一来可思的双眼中光芒一闪 那团金光顿时冲入了龙浩辰的胸口之中 龙浩辰只觉着 一股无与伦比的卓者 从胸口处涌入四肢百骸 几乎是下意识地盘膝坐在地上 而他整个人也随之变成了金色 就连思考的能力 也已经完全地失去了 目光灼灼地注视着龙浩辰 一来可思 盯视了他足有十分钟后 这才是渐渐地放松下来 我依旧是死灵圣法神 王灵天在一来可思 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死亡与生命 没有人比我理解得更加深刻 我的永恒之心成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龙浩辰是代替了堕落之前的我 继续活下去 或许这对我来说 是个最好的选择 他未来为人类所做出的一切贡献 都将有我的一份力量在其中 希望这样能稍微数我当初的罪孽吧 彩儿 我这样的做法 你可满意 虽然你不能传承我的亡灵法术 但你终究得到了我的死亡力量 我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并且将在你手中得以净化 对我来说 这是最好的归宿 自从当初我被愿意狠蒙蔽了双眼 就从未像今天这样快乐过 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初 还是光明之子时的那些日子 在我生命与灵魂的最后时刻 彩儿 你愿意叫我一声老师吗 老师 你 彩儿几乎是 狭意识地叫了出来 一来可思的故事 怎会没有打动他和龙好尘呢 龙好尘还好一些 一来可思固然可怜 但他对人类犯下的错误 实在是罪孽深重 龙好尘虽然同情他 但却绝不会原谅他对人类做出的罪孽 可彩儿毕竟只是个女孩子 幼时又曾有过那样的痛苦经历 对一来可思的同情 要比龙好尘更多 此时 他只是觉得 面前这位曾经无比强大的亡灵法师 是那么的可怜 对他的遭遇 也只剩下了同情 眼下 听到彩儿叫出老师那两个字 一来可思的情绪 便出现了剧烈的灵魂波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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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虽然我不配做你的老师 但听你叫上我这一句 我的心 终于有了一份安慰 我一来可思这一生做过无数大事 但到头来 最让我感到荣耀的 却是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弟子 你放心 老师会给你留下一份大礼 当你重回人类世界之后 谁也不能欺负得了你 龙好尘是光明之子就如何 我一来可思的弟子 绝不会比他差了 说到这儿 以来可思属于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的那份骄傲 似乎又涌现了出来 他右手一抬 朝着彩儿的方向一招 顿时 将他手中的那柄死神镰刀吸附了过去 说来也奇怪 那么强大的死神镰刀 对于一切亡灵几乎都是天敌 可在 以来可思的手中 却被一股灰色的力量包裹着 本身的净化之力 根本就无法散发出来 这永恒之塔 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没想到 我沉睡了这么久 他竟然已经自行进化到了如此程度 想要脱离我的控制 也太小看货了 彩儿 我就要去了 你叫我一生老师 我就将这永恒之塔留给你 他已经进化到 极其接近超神器的水准了 自身智慧 依然通灵 我就将他过多的东西 全部剔除掉 今后 他就是你攻防一体的武器 而他这些多余的力量 在我将其进化之后 你和你的同伴们 可以尽情吸收 不要浪费了 等这些多余的力量 吸收完毕 你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旧代他说话的功夫 永恒之塔 突然是剧烈地颤动起来 航大的灵力波动 骤然从四面八方剧烈地涌动 似乎是在拼命地挣扎一般 还想挣扎 你是我所创造出来的 那到底一回 拥有了通灵的智慧 就能脱离我的掌控吗 早在创造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虑到 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 别说你距离超神器 还有一线之差 就算你真的成为了超神器 我想要将你毁灭 依旧是易如反掌 左手指天 一抹灰黑色的光芒 骤然而出 直视永恒之塔的顶端 顿时 以来可思身下的棺材内 大鹏的灰黑色浓舞奔涌而出 朝着四周散去 而永恒之塔的力量 涌动得也是越发厉害 整个永恒之塔内 宛若地震一般 剧烈地震荡着 无数的怨灵尖叫声 化为力效激盗 你也不知道 伊莱克斯做了什么 永恒之塔的震荡 在那灰黑色的气流注入下 渐渐变得微弱起来 开始有着大棚大棚的 白色光芒 从永恒之塔上 被剥离下来 在空间中游荡 紧接着 无数灰黑色气流 开始如同海纳白川一般 从四面八方 朝着伊莱克斯 汇聚而知 注入到他的灵魂中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伊莱克斯的灵魂 就已经变得 漆黑如墨 智慧剥夺 力量剥夺 净化 伊莱克斯充满危言的声音 在永恒之塔的每一层回荡着 无数的怨灵就在充满恐惧的尖叫声中 化为乌有 最纯净的灵魂之力 与那玻璃出来的各种属性元素 汇聚在一起 恐怖的玻璃之力 甚至连这些元素自身的属性 都被完全地剥夺 只留下了最纯净的能量 伴随着灰黑色的气流 越来越强 伊莱克斯身体周围 甚至开始出现了灰黑色的光环 而永恒之塔 却渐渐变成了洁白的颜色 洁白的一尘不染 毫无瑕疵 剧烈的震荡 渐渐变成了轻微的颤抖 在失去一切动静 一切死乎 都重新化为了平静 只有空气中 悬浮的大量 蕴含着澎湃 灵力波动的白色光点 在缓缓地律动着 采尔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永恒之塔变了 变得安静 也纯净了 似乎所有的负面东西 包括情绪 全都在伊莱克斯的玻璃下 消失了 而且 一抹奇异的联系 也出现在他心中 那呈现被龙好臣 投向的永恒旋律 也与这永恒之塔之间的联系 似乎变得更加紧密了 进化之后 永恒之塔 将会是一件攻防一体的神器 虽然我剥离了他 众多的力量与智慧 但他却依旧比普通神器强大得多 通过永恒旋律 与他之间的联系 他将渐渐与你的灵魂融合 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这样你就拥有了 和继承我永恒之心的龙好臣 一样悠长的生命 采尔眼中流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可以说 在龙好臣被摸身皇杀死之前 他和伊莱克斯 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但他万万想不到 最终继承伊莱克斯 大部分力量的竟然是自己 虽然伊莱克斯的亡灵法术 没有传承给他 但无论是 永恒旋律中所蕴含的庞大死亡能量 还是永恒之塔 却都是伊莱克斯 一生修炼的精华所具 在想到 他这孤独的一生 采尔的眼睛 不禁有些石顿 朝着伊莱克斯的方向 缓缓地跪道 老师 如果真的能够有来生 我不愿再做光明之子 只想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类 找一个爱我 而纯净的女人娶了她 孕育我们的孩子 平平静静地过一生 我也曾辉煌过 也曾堕落过 而这所有的一切 从下一口开始 都将归于虚无 再见了 孩子 好好地守在你爱的人身边 老师 祝福你们 一边说着 他握着手中的死神镰刀 猛然掉转 巨大的风筝 就在恐怖的灵魂之力注入下 绽放出了万千道白光 那份纯净的光彩 甚至 要比采尔施展死神七绝 更加的强盛 风筝之斩 悍然切入到他 身下的棺材之中 哭斥一声 恐怖的净化之光 在依赖可思那浩瀚如海的 灵魂之力催动下 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 强烈光彩 刺耳的叮叮声响起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死神镰刀内 破开一半 死神又如何 我就在这净化之时 破掉你的封印 看你还如何反噬我的弟子 如果我想 我早已是神 守卧日月 摘星辰 世界无我 这般人 这般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一切的黑暗 雨昂脏 都在那纯净的 净化之光中 渐渐消散 没有一来可思 那充满狂傲的声音 在永恒之塔的七层内 回到 手握日月 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这是何等的高傲 何等的自负 又是何等的悲凉 曾经的光明之子 曾经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一来可思 他 去了 但在他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时 终究还有一人 为他送终 彩儿贵腹于地 早已是泪流满面 相比于男人 女人要更加的感性 此时的彩儿 已经完全忘记了 这正在走向虚无的 乃是曾经给人类 近乎致命打击的 亡灵天灾 他只知道 就是这早已死去 只剩下灵魂的一代天骄 拯救了自己的男人 为龙好神重塑心脏 令他们能够继续地在一起 无论一来可思曾经做过什么 此时的彩儿 都因为他的魂飞魄散而伤心 一来可思一生坎坷 但他化作虚无时 却显得异常开心 终究还有一个人 会因为他的死而伤心 对于普通人来说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对于一来可思 却是那么的珍贵 净化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整个空间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只有那无数充斥着纯粹的能量白色光点 在空中飘荡着 钉的一声轻响 死神镰刀悄然落地 也将彩儿从伤感中惊醒过来 他下意识地一步跨出 将死神镰刀握在手中 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来可思的灵魂 就连之前那纯金色的棺材 也随之消失不见 甚至没有再给他留下一丝气息 当彩儿手握死神镰刀的那一刻 奇异的感觉便传遍全身 他只觉着在自己的生命中 似乎是多了什么 而这份奇异正是由死神镰刀传来的 永恒之塔散发出的气息 比以前柔和了许多 更是纯净的 再没有半分的死亡气息存在 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白色 而不是原本的金色 伴随着彩儿的每一次呼吸 永恒之塔都像是在回应他一般 在轻微地波动着 那是血肉相连一般的感觉 似乎这永恒之塔 本身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神奇认主 彩儿立刻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 因为同样的情况 他经历过一次 而那次就是他与轮回之鉴 第一次融合时的感觉 只是当时的轮回之鉴 要比现在的永恒之塔霸道得多 远没有那么的柔和 伊莱克斯 不愧是天才中的天才 以异己之力对抗整个大陆人类的恐怖强者 只是凭借此神镰刀与彩儿之间的联系 他就完成了永恒之塔与彩儿的认主 完全可以想象 生前的伊莱克斯 会强达到怎样的程度 就算是魔神皇 也要比他逊色 死神镰刀似乎 也随着伊莱克斯的进化 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原本漆黑的本体 在周围白色的映照下 散发着幻蓝幻紫的色泽 少了几分霸道 却多了几分奇异的高傲 手握死神镰刀 彩儿站在那里 久久不语 在他心中 始终回荡着 伊莱克斯的故事 还有他临取时 那份滔天的狂傲 老师 彩儿难难地念叨了一句 下一刻 转身 看向了 早已陷入 深度冥想中的龙好尘 淡淡的金光 从龙好尘的胸口处 散发出来 散播到他前身的 每一个角落 然后再缓缓地回收 他整个人 已经沉浸在了 这份静修之中 但生命气息 却已经完全处于稳定中 伊莱克斯的出手 已将他彻底地复活 属于亡灵法师的那份神奇 不仅是令人叹为观止 没有立刻在龙好尘身边坐下 财儿意念一动 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了 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他现在 已经是这里的主人 无论如何操控永恒之塔 都只需要通过自身的意志 便足够了 对于 周围变化 遭已震撼无以复价的 光之沉吸力魔团的众人 都在 艰难地等待着 空气中的白色光点 虽说充满了纯粹的力量 但这里 是永恒之塔 在不知道 确切发生了什么事之前 他们 根本不敢贸然地吸收 更何况 对于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 龙好尘 和彩儿的安危 两人现在是生死未卜 他们 又怎么能静下心来去修炼呢 彩儿 彩儿的突然出现 顿时引起了众人一片 惊喜的欢呼 王源源 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一把把他抱住 其他人 也都纷纷地围上来 陈婴儿 更是抱着彩儿放声痛哭 彩儿攀登通天路的一幕 在他们心中 留下了 太过深刻的烙印 那已经不再是 简单的情感了 他们永远也忘不了 那三道血痕 在通天之路蔓延的一幕 更是忘不了 彩儿那血色的长裙 北王源源 和陈婴儿拥抱着 感受着 伙伴们那灼热的关切目光 彩儿 早已没有了原来的冰冷 我没事 让大家担心了 那团长呢 他也没事 此言一出 众人先是待着了数秒 紧接着 欢呼声 顿时响彻了 永恒之塔的第六层 尽管 彩儿刚刚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预感到 龙好臣已经是平安了 否则 他不可能如此轻松 更没有带着龙好臣的尸体 可当他亲口说出 龙好臣已经平安的时候 众人压抑的情绪 还是不禁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喷了出来 这一群人类年轻一代的 天骄之子们 此时就像是孩童一般 兴奋地雀跃着 又蹦又跳 他们的团长 竟然是奇迹般地复活了 他们的光之沉昔 又有了灵魂 又有了精神之助 更是重新赢回了 他们最好的兄弟 彩儿的泪水 也是不自觉地流淌了出来 谢谢 谢谢你们 能有你们这群兄弟姐妹 是我和昊臣最大的幸运 彩儿 你这可就说错了 我们是一个整体 别把你和老大摘出去啊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快说说 到底是怎么复活的 原来死了 真的能够再复活呢 这亡灵法术也真是神奇啊 彩儿当然要和伙伴们分享龙好尘复活的过程 于是呢 他就将自己登上通天路之后发生的一切 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听着 伊莱克斯的悲惨遭遇 原本怯悦 兴奋的众人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这位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一来可思的经历 实在是太惨烈了 同情之感 不自觉地出现在他们心中 老师终究还是醒悟了 他进化了自己的一切 也就进化了所有的罪恶 不论怎样 他都永远是我的老师 永恒之塔内留下的这些纯净能量 乃是老师自身进化后 以及永恒之塔 被老师抹掉智慧所产生的 都是最纯粹的力量 大家努力牺牲 我们就在这里暂时先住下来 直到将这些能量 全部转化为我们的灵力为止 一件超神器降低为神器过程中释放的能量 应该可以令我们的修为 产生长组的进步了 在魔都突袭星魔神的任务失败了 更是令他们险些失去了团长 来到永恒之塔 他们更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 才终于复活龙浩尘 现在提升的机会终于是来了 才是大袖一挥 白光闪烁 下一刻 众人已经一同出现在永恒之塔的第七层 第七层是永恒之塔的核心所在 所有的能量都能够抽调到这里 而且 才要让伙伴们亲眼看看 复活后的龙浩尘 当众人看到 潘西坐在那静静修炼的龙浩尘时 却是再也发不出欢呼之声 泪水 不云而通的流下 光之沉溪终于是重新的团聚了 他们自行地围绕着龙浩尘 盘西坐下 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情 开始修炼 冥想才刚开始 每个人又都被深深地震撼了一下 那看似柔和的白色光点 才一吸进体内 立刻就产生了强烈的变化 精纯的能量 无论与什么属性的灵力进行融合 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融合的过程 根本不需要经历排除杂质的过程 众人的灵力 在这份吸收的过程中 带惊人的提升着 和众人有所不同的是彩儿 彩儿吸收的 不只是永恒之探内精神的能量 同时 还有在胸口处 永恒旋律内 一来刻思留下的 纯净死亡能量 死神 又可以称之为是 净化之神 死神的力量就来源于 对怨灵的净化 而这个世界上 可以说没有比 一来刻思再强大的怨灵了 当一来刻思 用死神镰刀这柄净化之刃 将自己净化后 甚至导致了死神镰刀的净化 但死神镰刀本身与彩儿就是一体的 彩儿把它收回后 才刚一开始修炼 死神镰刀 立刻对彩儿进行反补 庞大的净化之力 涌入彩儿体内 汇合着他自身的灵力 吸收着永恒旋律的死亡气息 和永恒之塔内的纯净能量 几乎是一瞬间 就将彩儿的内灵力 推到了奇迹巅峰的程度 财儿的精力 依然足够丰富 积累的底蕴 也早已足够 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做什么 胸口 额头 小腹的三大灵巧 已经完全充满 随后 双肩 双骨 瞬间各自出现一个灵巧 将灵巧的数量 直接提升到了七个 之前远未吸收完毕的庞大灵力 顿时以惊人的速度蜂蜣而入 向着四个崭新的灵巧中注入 从这一刻开始 财儿的修为便正式地提升到了八阶 其他人的提升速度 虽然不像财儿这么快 但和他们平时修炼时相比 已经是足够的惊人了 几乎灵力每运转一周 都会有所上涨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过令人兴奋 大家都知道 这种机会 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自然会全力以赴 尤其是自知与光之尘西里摩屯 差距极大的段翼和杨文昭 更是拼了命的修炼 一时间 永恒之塔已经是完全的安静下来 正因为这份安静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修炼中 没有人看到 龙好尘身上也同样开始出现了 奇异的变化 永恒之心入体 填补了龙好尘的心脏位置 庞大的光元素 柔和地在他体内 重复着扩散与凝聚的过程 当龙好尘的心脏 被魔神皇击碎之时 实际上 他胸口处的核心灵巧 也随之破碎了 当时就算他能活起来 一身修为 也可以说是尽费 永恒之心注入之后 立刻就成为了沟通他体内其他灵巧的核心所在 在那庞大的光元素扩张中 很快就与其他的灵巧建立了联系 将这些灵巧全部的沟通 这样一来 光元素才能顺畅地在龙好尘体内流动 恢复着他原本的修为 这个恢复过程进行得极快 就在彩儿将他们经历的过程 将给伙伴们听的时候 已经是完成了 当龙好尘的灵力重新恢复到八戒以上 他的身体就开始产生了奇异般的变化 永恒之心 实际上是一团极其纯粹的光元素 其核心 那是当初伊莱克斯的光明之子血脉 龙好尘本身就是光明之子 在与这数千年的光明之子血脉进行融合 整个过程依旧出现了短暂的排斥 比一拼血脉力量 龙好尘要比伊莱克斯强大得多 毕竟伊莱克斯已经死去了数千年 或许他的灵力不散 他的灵魂之力更是无比强大 但他的血脉早已枯竭 他所提炼出的也只是血脉中最精华的部分 因此在短暂的排矣冲撞之后 龙好尘自身的血脉就被完全的激发出来 并且将这股精纯的血脉之力融入自身 在这种过程下 伊莱克斯强大的能力就显现了出来 血脉融合完成 开始有大量的机体组织在龙好尘的胸口内不动着 一颗崭新的心脏正在生长的过程中 麻羊感传遍龙好尘的全身 也令他近乎沉睡的昏迷状态清醒过来 龙好尘很快就发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 胸口处传来的麻羊感简直比任何痛苦都要剧烈 但他紧咬牙关苦苦地忍耐着 他知道这个时候对自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重塑心脏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哪怕是最强大的光气晋咒复活术 也要在机体完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复活 但伊莱克斯就是那么做到了 而且这份奇迹正在他自己的身上上演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麻羊感无法忍受而半途而废 那么就算是有神敌降临 痛怕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为了彩儿为了家人 也为了所有的伙伴们 龙好尘怎么可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呢 潘西坐在那里 他身上几乎是在短短的机秒钟 就被汗水浸透了 但依然是一动不动 甚至连一丝声音也没有发出 他能感受到彩儿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 但越是这样 他越不能让彩儿感受到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他为了自己 已经是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也承受了太多 龙好尘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为自己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